今年3月宣布订婚的郭碧婷28日出席品牌活动 他先是披着一头卷发 身穿一袭波纹长裙搭配高筒长靴 依然是威婉大方气质满分 之后又换上一件黑白字母夹克搭配黑色鹅皮裙 脚踩银色高跟鞋 色爽十足很有范 一脸幸福洋溢的他被问到平时怎么维系感情 他表示他们也才交往不是很长一段时间 可能要三年后再问他 他会比较有心得 而日前他在路上被路人偶遇时穿着宽松疑似怀孕 难道是真的怀孕了 因为我可能私底下穿主席属于喜欢休闲 然后可能就是那些衣服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但没有了 有好消息会感觉很深 希望了 三月份宣布与向左订婚如今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 被问及婚礼何时举办于相关细节 郭碧婷则推特表示不太爱说私事 我觉得到时候大家一定都会知道的 然后因为我在太太闷骚了吧 就自己还不喜欢说一些私事 但是我父家那边肯定都会 应该是会很喜欢 到时候一定会好消息 大家会知道的 只是我这边就很比较懒 不太爱说了 当被问及是否对婚礼憧憬 郭碧婷竟然表示没有憧憬 我其实对婚礼超级没有憧憬 因为可能工作的时候已经接触了非常多 也见识了大大小小不同年代的婚礼 很多都穿过了 也尝试过那种感觉 所以感觉算是自己跟很多 对于有这种结婚梦的女孩比 已经算是尝试太多了 就变成就是你已经都觉得 不错不错有感觉 但对于自己这东西 我还没到达来 所以我也不晓得当下 自己会不会真的会很激动 会像跟大家一样 就会在那种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而未婚夫向左 先前向他浪漫求婚 生活中两人是怎么样的呢 对他是一个挺浪漫的男孩 对我都会说他很像个男孩 虽然我们差半岁 可是他很像男孩 我很像就是已经快进入老年的人一样 那我把你当成公主类的丑 肯定的 他们一直都对我很好 这样也太幸福了吧 台北报道